今天我們很高興 三部車子 九個台灣相親 來Escondido 北San Diego 這個著名的瑜伽殘垣 Gina Line 賴金軟老師 她是瑜伽老師 三十幾年前我太太Elaine 跟她學瑜伽 那時候我也是跟著學 我太太在做豆陶摘 倒立的時候 我的腳是要跨在牆壁 但是我也做得很認真 我太太跟她學了一年多 學得相當好 應該繼續在 不過賴老師 是四十幾年前在台灣就瑜伽老師 教練也算是很資深的一個瑜伽 瑜伽斷念在這裡 她有一個很特別的是游泳的瑜伽 游泳的時候瑜伽 今天大概不表演游泳的啦 但是在草地上她會擺幾個姿勢 那今天我帶了幾件瑜伽不同的姿勢 木雕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請賴老師跟我們講 今天很高興大家來到這裡 因為瑜伽參演大概十三年 其實我本行是教瑜伽以前身體不好 所以做瑜伽以後就改觀了 我就一直沒有停 那我就開始去看那個人體構造啦 肌肉分布啦 我就也到印度去 所以也觀摩很多 其實瑜伽是一個很特別的運動 它不能亂練 你要懂得它那個 某一種姿勢是強化哪一個部位的肌肉 所以它有動態啊 靜態就是靜坐 所以瑜伽我練的時候才23歲 所以我從來沒有停過 所以為什麼我有這麼好的體力 說我能把這個柯仁做這麼好 我也是就是一個夢想 我以前住Akeria18年 也是一樣種的很多 那個太小 只有1萬6千尺我不夠用 所以我裡面大部分都是皆知啊 空中嫁接都自己做 盆栽 那些喔 營養土還有養蚯蚓 我全部都是有機的 那因為瑜伽跟吃有關係 所以我慢慢的就OK 去讀一些營養學 看什麼樣的蔬果啊 它的營養成分是什麼 在研究看怎麼去做色香微美的東西出來 就這樣子一直下來 我一直都沒有停 我覺得 我身體不會輸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身體會說話 你會感覺你的體力起來就是精神非常好 其實是瑜伽的關係 因為當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很專心做事 但是你靜下來在靜坐的時候 它那個身心是在休息 所以不要很久 它就可以恢復 但是營養一定要靠食物 所以吃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才說喜歡種這些植物 因為從小爸爸媽媽就是農家子弟 你故鄉是 是芒果之鄉浴景 最多芒果的地方 台南縣 所以我們家 我小時候可以說是吃水果長大 我媽媽生很多孩子 所以有什麼就種什麼 流行什麼它就種什麼 你走到後院前面全部都是水果 我們都不吃飯 我們都吃水果長大 所以變成我長大以後 好像我自己種的 我早餐 我常講說我的早餐是在我的後院 我走到後院的話 我先坐坐瑜伽拉拉筋 拉完了大概動動筋骨 一個鐘頭以後我就開始會work 我就會採 blueberry 橘子 很多水果四季都有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 我的blueberry長在盆子上 長得非常多 它只要種在盆上 它就長得非常多 我每天都可以採一碗 我大概種了八顆 那自己種的還是很甜 我從來不失那個化學肥料 那今天很感謝大家來 我很喜歡鄭博士這樣 這種雕刻這樣 非常美 因為藝術不容易 它是一個自然的東西 所以 院子也一樣 不要刻意要設計得很 好像很石板 一種自然就是美 我覺得這樣看很好看 你就可以放在那個位子上 那個就是耐看 那大自然它有空氣陽光水分 是靠人類來運作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住在一個仙境裡面 是你們沒有去發現 所以人家說你住在一個仙境 我說你家也是仙境 因為你沒有去發掘 你沒有去把它整理而已 OK 所以 這個一草一木幾乎都是我種出來的 像我搬來的時候 前面都沒有這些 義大利Cyphers圍牆 它都不是這種花 它有游泳池 但是這些花我都換過了 我都是一草一木 站在那裡看 什麼方向好看 我就種上去 你就耐性對待它 它就很美 果子也一樣 它會長得非常好給你吃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對 水果 很感謝這個鄭博士 帶這些大家來分享 這麼新鮮 這個就是三分葉 泡茶也很好喝 而且沒有咖啡因 對 所以這個 你泡熱水在多高的溫度泡起來 它還是碧綠的 而且喝起來很好喝 很好喝 等一下你們可以帶一些回家泡泡看好 因為我在曬還有 因為我葉子來撿就有了 非常好 我家的是中國的種 有時候我會去拿這個 我用打咖啡豆的機器 把它打成Powler 打成Powler以後 我去做科種 我去做麵條 所以我都是利用這些 食物就是食療 所以我們就是要動一下腦 健康自己做做 做麵條 做麵條 而且味道也很好 因為這個做起來是綠綠的 對 這個就是晒兩天 就這樣子的 非常好喝 你們等一下要走也可以撿一些回家泡 你們要拿也可以我 好 好不好 所以要曬乾才 我跟你講你不要曬太陽 你就亮乾 陰乾 這個是我放在太陽閃下面陰乾 你陰乾比較好 你曬乾可能會出去了 可能會變現 所以一般就是亮乾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別的地方 你看這個睡點就很漂亮 這個特別肥 還有我 我搬來的時候就是沒有草皮 只有我喜歡中間這個西班牙士Garden 這個拱門 其他都是後來才種的 這些也都是 那這個草皮我是拉了 買了幾車的泥土進來 然後叫Amico 撒土撒好了以後 我撒種子他蓋的土 這樣子種出來 那現在因為省水計畫嘛 所以我就把它撿三分之一進來 這樣也不錯 所以因為它是也到後面的樹那邊 所以我種的水果通通有距離 一定是八匙到十匙遠一顆 所以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只有右手邊那邊有橘子 那個橘子只有五六顆 其他都沒有 是慢慢種的 那這些brick都是我自己買來圍的 這些都後來自己種的 這個拱門 不是這個架子 那個是西班牙 這個是來的時候它就有 我自己換的木頭 我自己漆的油漆 就是我喜歡這顏色嘛 那後來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來的時候 那邊是一個Chinese fan 那我想說我女兒住在那邊 那個Panel人家會去哪 我叫人家來做門 那個Panel全部我訂的 那個漆 漆我前幾天才漆的 你們可以靠近看 好 只有這個門 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朋友來替我做這個門 那我就去買了這個鐵架 Decoration在上面 也非常美 那我這個油漆 前幾天才maintain OK 這個自己做 這個2x2 我在Hon Depot買的 全部我自己訂的 我的朋友幫我救贏大隻的 這個小的Panel全部我種 那我種這邊就是 這個顏色很漂亮 對 這個 這個是Special Color 這個是電腦選的顏色 所以 所以 汽油漆我也很快 這個一天我就可以汽完了 所以這個木門 也是紅木的很奇怪 那我就準備這裡種百香果 百香果 我這裡就是為了要種百香果 我現在才種上去 我現在開始已經要開花了 所以 我現在要牽鐵線這樣子 所以這裡種羊 這一定要有陽光 OK 這個是一個 南加州一個非常出名的一個百香果達人 下次介紹你去採訪他 好不好 11月份 我已經跟他講了 好不好 我們一起去 所以這個百香果 它的百香果是銷中東的 百香果是非常貴 但是不知道外國人為什麼賣那麼貴 但是它很香 很香 它也可以拌涼菜 打果汁 可以用很多方面的 我們台灣的是Squid Squid Go Squid Go 這個是 葡萄 讓它爬到上面 這個葡萄都必須要有摘芽 你看它上面已經有 火龍果是這一棵最早種 它可以長十幾個在上面 我火龍果都是隨性種 它喜歡哪一個位置 我就種在哪一個位置 其實就跟人一樣 它有人喜歡居住在冷的地方 有人喜歡居住在熱的地方 水果它會選位置 OK好 還有這個檸檬我才種大概 三年它長這麼大 五花果 對對對 五花果 擋住了 它在拍 還有這個 這個五花果 這個一個有 大概這麼大 這麼長 吃一個就飽了 這個品種也一百多種 現在我栽培五花果 它在這裡了 這麼小它已經長了 它這個還沒有長大 它這個長大的時候可以非常大 因為五花果品種它有一百多種 我現在在培養也品種非常多 五花果有的是可以做甘果 有的不能做甘果 做甘果它吃起來就比較Q 比較Q OK 那這些 都是以前種的花 所以我們到這裡來 OK 這個裡面有一顆琵琶 這顆琵琶呢 我跟你講 黃肉的 非常甜 非常好吃 它雖然在這個位置上 但是它陽光還是夠 我根本沒有施肥 我沒有施肥 你們可以採來吃吃看 後面還有 這顆是梅子 梅子 這個梅子 比較沒有曬到太陽的時候 它還沒有開始紅 我們等一下到前面去拍那個 就是菸汁梅 菸汁梅很縫很大 這個 這個水池以前就有了 但是這個碎蓮是我種的 我把它弄上去的 它本來是很髒 它本來是很髒 沒有 它 它 它裡面有一種水草 它會讓水乾淨 你要養一種魚 它專門是在吃蚊子 很小的一種 這個是魚骨蘭 它會開花很漂亮 我都把它掛在樹上 這樣很自然 這個都是後來我才種的 對 現在很少看到在賣 不過它 它很怕很熱 所以它有一點morning sun 它就也長得非常好 其實它是多肉植物的 那這個像這個 石頭這個是我來才鋪的 因為就這樣好走 就可以從這邊過來 那一邊是一個熱帶植物區 那裡 OK 現在我們講這一顆 這顆最特別的 火龍果 它在樹上 現在還沒有開始再開花 我是種了大概快九年 快十年了 它 頭在那裡 它爬上去 它吸那個樹的 水氣營養 所以它往上爬 它一樣長 會在上面長很多火龍果 我曾經拍過這個影片 也很有意思 這個就是一種 大自然中 這個 這個水果 它可以靠這個 也很自然 就爬上去 長給你吃 但是你當然要常常去修剪 我必須要爬上去 把那個嫩芽都要剝掉 所以 還沒有開始開花 它要到八月九月 我這個都比較慢一點 OK 好 到圍牆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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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 你要不要拍那個熱帶植物 OK OK 這個熱帶植物區 是以前那個 owner 不是種這個 我都把它嵌去了 因為它都是很多雜草在裡面 這個石頭是後來我再鋪上去的 這個大顆的是它種的 像這些小的我都重新在弄 因為 這個熱帶植物很好照顧 但是它也非常漂亮 我是覺得 它很省水 它就有這個area這樣子 這個樹本來都很高 我們都修過了 這本來很高的 所以都要自己整理 你看這一棵上面在開花 有沒有看到 它開好多 它會解果子 這個 頭一次開這麼多花 它會解果子 開花非常大 非常漂亮 它很多都會開花 OK 這邊 就是琵琶了 你們現在來在這邊 它要拍的可以採來吃 也讓它拍一拍 你先拍 拍大的 來我帶你過來拍 來拍 我叫它拍這裡 很大 你吃的時候 對著鏡頭給它看 對 小心喔 我跟妳 我跟妳講 這大顆 欸 這裡很多 給妳攪 這先給妳攪 喔 給妳攪 攪了 妳攪的時候要吃再給妳攪 這大顆 妳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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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攪 那攪 我攪 所以這個琵琶我跟妳講 這個鳥也是很乖喔 不來吃喔 牠來吃 牠就吃固定一個 我就讓牠吃那一個 我不踩 牠就真的把那個吃完 牠不會亂捅 唉唷 我說我這個鳥還這麼有規矩喔 所以妳看 人家都在包紙 我從來不包 妳看每 幾趴都是好漂亮喔 很胖 而且這一顆喔 牠是特別橘紅 它不是黃色肉 每一顆都不一樣品種 對變那一顆就是黃肉的 這個 你們可以採下來吃嘛 試試看喔 給 可以 嗅一下 對解解渴 對解解渴 這個喔 它脂質還不是很大喔 水分非常多 所以 快點拍一下 為什麼說 我連皮都吃掉 我連皮都吃喔 好甜喔 我告訴妳喔 妳知道我吃的感覺是怎麼樣 這個肉 你看 這個一分耕耳一分收穫 當妳踩下來吃的時候那種感覺喔 妳是一種喜悅跟成就感 妳一樣 妳有成就感 我們就沒有成就感 說一次感 那妳要種啊 那這樣有才有成就感 妳可以在家自己種 好甜喔 真的好甜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等一下採 採多一點 放桌上大家一起吃 為什麼它只有一顆種子呢 我們家那五六顆種子 就品種 我跟你講這個又不同品種 採來吃沒有關係 這一顆喔 黃 裡面是黃肉 黃肉 比那一顆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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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妳給它看 給它照 喔這一顆多大 你看看這顆 這個 哪顆皮那顆還甜 很大呀 我跟你講我的皮髮每一年都吃不完 所以呢 其實都是朋友來採比較多啦 那我可以今天吃這一顆明天吃那一顆 所以所以我跟妳講 當我在吃水果 我就感覺說 我十幾年打造喔 這些水果已經在 已經在回饋我了喔 所以我就很很很喜悅這樣子 皮可以吃啊 可以皮可以吃 皮可以吃啦 其實沒被批啦 好好吃 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那個 對對對 欸 鄭博士啊 這採多一點 到底啊 鄭博士在啊 這顆跟這顆又不一樣 不不同種嘛 不不同種嘛 每一顆都不同種 我跟妳講齁 所以妳說要砍它嗎 對啊 太可惜了 對啊對啊 你看我的鳥 其實很多鳥 你可以聽到鳥叫對不對 它不會來亂吃 它不會來亂吃我的水果 所以 我們一講 生物都有 right to survive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我對它很好啊 對啊 這一顆齁 這一顆也是非常好喔 這個我都有包啊 不然我來講 這這這這 喔這都沒有 這我就是在這 這都沒有合到 你看 你看 我這把蠻好嗎 喔喔喔喔喔喔喔 還是那一顆不是 好大 還是這個不一樣 呵呵呵 這個現在都成熟了 你看這個鳥 我們家鳥真的是 很感謝它 它都留給我的朋友 跟留給我吃 所以它都不會來亂捅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包它 齁 所以你說我早上就在這裡 你看那裡面還有一個好大一趴 喔喔 這邊 對 這邊 這邊齁 這邊齁 去不去 海下來好了啦 海下來好了 對對對 因為 齁 這趴這大趴 我跟妳講後面還很多 就在那個後面 哇 而且它很乾淨 這水果真的很乾淨 因為我從來 不用化學回來 我都是 每個月我一定鬆土 喔喔喔 還有你看我蓋樹葉就是讓它保濕 它的微生物會很多 然後它的土就會很肥 就是這樣來的齁 這個很重要 就是種水果土最重要 土 我都是 可以用樹葉把它 樹葉我是讓它蓋起來保濕 但是呢 我等過一個月 我會把它翻土 全部蓋到裡面去 它就發酵變成很肥 對對對 這個還有後面那一顆是 夏威夷果子 它已經一層半樓高了 哎呀 OK 我要跟你講哪一顆 那你 給你拿 給你拿 你的琵琶需要 需要限制高度嗎 你不要看這個齁 這個還是有技巧齁 這顆樹為什麼會長圓圓的 我每次它 現在 如果要剪下來吃的時候 我一定要剪一段很長下來 它明年才會長 每一年都會長 如果你捨不得剪它 它都一直發芽 還有你芽都沒有剝掉的話 它就長得很小 所以很多工作 它在開花的時候 它會四五根 你要剝掉大概四根 剩兩根就好了 還是剩三根 像這樣子 像這個都有芽 你看 有沒有 這好幾個芽 這個有時候 我就把這個 太長的剝掉 這個 因為現在來 它又長了 它還會從旁邊再長 繼續長 它就會變成開叉 這樣子出來 這樣它水果 樹懸會漂亮 而且水果 每一年一定都長很多 這個還是 你剛才沒有去白 它也會泡茶 對對對 我都沒有要去釣掉 蜘蛛糕 這一顆 OK 你們看到這一顆是 blueberry 這一顆blueberry沒有很多 已經有彩了 你看 長得很漂亮 對對對 blueberry 它種在盆子 等一下拍那邊 那邊有一顆長的 我每天早餐就是這樣 這裡採十顆 那邊採十顆 我就吃一碗 所以 你不用吃野菜了 你的野菜在garden 不是 我每次都講說 我的早餐是在後院 我一天就有吃兩噸 所以早餐不算 這顆是連蚊 它長得不太好 所以剛來的時候 火龍果就是種在這裡 這樣子 哇 Smokey Lake 那個blueberry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還有這個熱帶植物 它這個 會 這個 這個其實都可以吃的 這個 一片片 這個 這個一片片的 這個消掉可以炒菜 吃起來像酸菜 這個整片可以吃 對 這個刺消掉 market有賣 那你就切薄片 去炒肉絲 吃起來像酸菜 做湯也可以 這個不行 我都是嫩葉子 那這個就是它的果子 有沒有 這是它的果子 遠遠的都是它的果子 它有 它有紅色有黃色 紅色還是比較好吃 所以這個都是奶才種的 它這個可以吃 你剛才說可以吃 對 可以 嫩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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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皮 炒蛋 還有這邊也是一個熱帶植物區 因為這個都是brick的 後來我才買進來剖的 這個我自己剖的 對 這個是一個 現在五花果已經在長了 這個是 這是金黃色的五花果 它皮是不一樣的 非常好吃 而且很大 對 Fig品種很多 我那裡還有一顆 然後這個也是巴基斯坦的桑聖 這個葉子 你們剛才我在拿給你看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我砍了以後今年長的少 但是很大 也是很甜 你們可以采來吃 這是台灣的 那砍了以後 它 我跟你講砍了以後 它就 長的比較少 那一顆是拍阿波瓜 這個為什麼這麼多花在這裡 這全部台灣同耗 我在留種子 它為什麼 它只要冬天一過 我滿片通通台灣同耗吃不完 那我就留了一些比較好的品種 讓它釣種子 我都不要種 來年它又滿地都是菜 後面那一顆是拍阿波瓜 讓它的種子自己釣掉 對對對 它會自然就成長起來 你就根本不用去撒種子 拍阿波瓜瓜 長很多花 你來看 也是吃的嗎 對 這叫鳳梨芭樂 鳳梨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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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它有那個鳳梨味道 它在 它長出來是像芭樂 它長形的 但是綠色的 但它味道很特別 它的花也可以吃 它的花也可以做沙拉 它今年開了好多花 你沒有看到 密密麻麻的 它第一年開這麼多 鳳梨芭樂 對 拍阿波瓜瓜 拍阿波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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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是薩波的 喔薩波的 剛剛在猜說是什麼 這薩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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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西班牙文的 這是墨西哥人吃的一種水果 所以叫薩波的 這是什麼 這個 那個是筆子 你可以看這個 你注意看 它的頭這麼大 你注意看 筆子 平常你弄切開 這個 你就知道它的生命力多強 對 我常常吃這種東西 所以 它這個頭 它已經兩年 它不會死 砍斷以後它又開始長牙 對 這個是 筆子 是筆子 所以我現在在留 這個是它的種子 這個 你注意看它多大一個頭嗎 這個已經兩年 你看這個頭 你看這個頭多大 你看到沒有 你看 你看到嗎 這個頭多大 你就知道它的養分多少 它有多好營養 你看 它現在 我吃了兩年 它現在在開花 我再給它種子掉地上 它以後 長一大堆筆子給我吃 你看 這筆子 這先要拔 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種子 對對對 那是它的種子 所以 你就知道筆子多麼營養 它的 頭可以吃 它的葉子 你一直砍它的頭 就不會長大 那這一顆 這個是台灣的麥豆 它為什麼 我沒種它長出來 去年我種在這個位置 它種子掉下去 它現在 你看長這麼高了 你看現在摘花芽 我的已經都 你看都這麼大了 你看 你看到沒有 所以 我都讓它很自然成長在一個位置 它就自然就過長上來 這樣子 你就只要擦一些竹竿這樣就好了 不用讓它爬 就這樣子 你可以擦三隻 我就拔了一隻 還有這些都是紅棗 我紅棗最多 因為我最喜歡紅棗 因為紅棗 紅棗需不需要剪 要 我這個都是整修過 我跟你講你注意看 現在它上面都是花苞對不對 你上面有一根很高的 它已經上面沒有開花 只有開兩三節 沒有開花掉就從那裡剪斷 對 一定要這樣子 這樣的話 它的果子會比較大 它一定要剪斷 上面的芯一定要剪斷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工作 所以我在採的時候已經修過一次 像我家裡的這個現在才這麼大 這麼高 我今天花很多 每一隻都 每一個枝條都是花 你要不要剪 但是 枝條很多 No no no你不要剪它 都不要剪它 你不要剪它 它很自然嘛 除非它很細 很細你就要剪它 我不知道你是講的 因為這個都是JuJuVD 這個也是JuJuVD 這一顆是雞心枣 這一顆 這一顆雞心枣不一樣 這一顆 這一顆是雞心枣 它比較小 它比較慢 你所謂的枝是不是 就是像這樣子 你不要剪它 它 都密密麻麻 它一開都是一串下來 你不要剪它 它的品種很多 這一顆就是原生種的LONG L-A-N-G 它是石生種 它不用接枝 其實紅棗我都是接枝 接很多好品種 有那個3C粒 也很大 還有AGE886的 它有品種太多了 所以這一顆是 這兩顆一樣 這個我跟妳講 朋友家種的 它不用接枝 我去挖回來兩年 我就把它種成米 開始這樣 OK 這一顆是 巴西的八角櫻桃 是櫻桃 八角櫻桃 這一顆是我接枝的 你看到沒有 這個去年接的 然後它這麼矮 它已經開始長 它這個很大 它好像3C粒 這一顆 所以我現在都是針對紅棗 紅棗最好 可以曬 這顆是印度Lambu 印度Lam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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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最早就跟它買 它的品種真的信用很好 而且它很多獨特的水果在那裡 這個是印度Lambu 所以它不怕熱不怕寒 所以我就種在這個位置 這位置本來一顆鯉樹 所以它已經敲辯子了 所以我就換這一顆 所以它的屬性跟台灣的Lambu不一樣 不一樣 它不怕熱不怕冷 不怕冷又不怕熱 這個也是不怕冷又不怕熱 因為你這樣灌水的話 它比較容易吃到根部 你如果說用Chicken menu 可以從那個放進去 所以你澆水是從這邊下去 不是旁邊 它下去它就到根了 還有這邊都是枸杞 這個是枸杞 這全部枸杞 這全部枸杞 它前一陣子有採一批的 它這個枸杞 你看 有啊 有誰啊 這下面有啊 有啦 前一陣子有採的 這個我剪過以後 它就比較慢了 開花比較慢 前陣子有剪了 這個已經種滿久了 它有品種不一樣 所以到那邊去 來這張 來這張 這張是最高 這張已經吃了兩五月了 你看它伸到這樣 喔 很長喔 這玻璃玻璃喔 它如果熟的是那種 是黑豆瓏 所以喔 我覺得種玻璃玻璃最好 你看 它長好多 吃兩個月了 它還一直在長 你看它 這個喔 你只要黑把它採下來都很好吃 這顆葡萄你注意看它長了多少 對 因為我還沒有找好位置 所以 你先種在盆子裡面 這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我沒有空把它農地上 但是我有給它放好土 但是呢 這個也是要照顧 這個葡萄在長的時候 上面喔 大概你看這一串葡萄在這裡 兩三節上面這要折斷 這個芽都要摘掉 它的果子才會大 它每一串你看 你看 這一顆長得多好葡萄你看 這個前幾天我才摘的芽 所以你看它都很大串 這個也是 這個你看 這個都摘過芽 你看到沒有 這已經在 所以到什麼時候要摘 不 它如果有水果在上面 你看到上面有芽一直在長 那個芽就要摘掉 它的營養才不會吸收 所以很好玩 所以很好玩 我也是帶你長的芽 我等一下帶你去看 那邊有葡萄更大 這個也是自己接枝的 它已經在長了 這是什麼 蘋果啦 護士蘋果 我現在接護士蘋果 它有兩個蘋果在上面 今年又接了一個在這裡 它已經有長了 有開花了 像這個 像這個 你灌蓋的這個管子 那個孔是你怎麼挖 哎呦 腳落不著 用個鋤頭 鞋沒用那個 這個很深喔 我跟你講 大概兩尺 兩尺 要兩尺差不多 這個 你這個東西 這個殘很容易 你 對啊 你看 你們這邊沒有關係 我們那邊都是石頭 對啊 你看我的圖 你看 對啊 這個是我養的蚯蚓 我把這個 銅蒿啊 它長太多對不對 我把它拔掉以後 就蓋上面 讓它乾 乾一陣子 把它剪短 再用翻土再把它蓋起來 OK 那我有養蚯蚓 我就蚯蚓丟一點進去 哇 它裡面多的不得了蚯蚓 它就會開花很多 蚯蚓肥最好 對啊 它可以讓水果很甜 它是零肥 蚯蚓大便是零肥 那它可以促進開花 也可以讓這個水果很甜就是 而且蚯蚓有不一樣的蚯蚓 我養這個蚯蚓是紅蚯蚓 OK 紅蚯蚓它 它不是橫著走 它是上下走 所以會翻土 OK 所以蚯蚓有一種好像灰灰的 它不是 它這樣 OK 所以養蚯蚓要養紅蚯蚓 那一般都是灰灰的那種 對對對 我的是紅的 那個很會長 我等一下去拿蚯蚓來那邊 挖一坨給你看看 等一下那個蚯蚓 那隻蚯蚓哪裡 那隻蚯蚓 有看沒有到 還有 那個 我這邊有那個蔬菜 長得像人那麼高 看一眼 蔬菜 原本蔬菜 這個都在留棕子 你看 這都自己摘尾 你看 這都老子 你看這張 這張幾年 兩年 那一張而已 有這裡生到這裡 這麼大 這是什麼菜 這個菜 我現在都不知道它是什麼菜 又不是芥蘭菜 朋友給的 我就種吧 結果我都拿來養蚯蚓 因為蚯蚓都吃綠葉子 我這個八六都是給蚯蚓吃的 所以它可以繼續長 它一直在長 你看 它一顆倒下來還在長 你看到沒有 它可能是感染的一種 但是它 感染 但是它不開花 它是只有葉子 葉子我就拿來養蚯蚓而已 就這樣 開花是這個 那個不是 那是芹菜 我用這個來養蚯蚓 對對 我帶你看一樣東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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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 像這個 黃老師 這個CARE 都是我拿來做CARE 拉麵的 那我做那個七角粿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用 這個CARE壓醬石 然後去做那個殼 殼 做麵條 做麵條 綠色的 做拉麵 我自己做拉麵 這做出來的麵條是綠色的 對對對 很好吃啊 所以就是利用這些 那我都是讓它共生 就是這個地瓜葉這是去年的 這是去年的 那我在 地瓜葉有分吃地瓜跟吃地瓜葉的 那我都是這樣四周圍 它可以保濕 但是它一樣 你不要種太靠近 挖起來還是地瓜還是蠻大條的 你看我的 而且都挖不完 對挖不完 而且我跟你講 你沒有發現我的菜不是特意種 這樣整個 都是與水果共生 它喜歡在哪個位置 我就讓它很自然的在那裡生存 但是它雖然很多 但是它不亂 對不對 那一棵是 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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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龍蛇蘭 那個是古冬的 黃花龍蛇蘭那一棵 很苦 非常苦 對 然後這種菜是糖尿便飲吃很好 就 那邊就是七角草 那個叫七角草 對 我為什麼會把它在那邊 我明年它就在這裡 又長一大堆 我又做七角粿的時候就有 哦 七角粿 你看它開黃花 你仔細你拍近一點 很多人不懂說那個是七角草 七角草有七角谷跟七角草 有的是開白花 有的是開黃花 那開黃花的它葉子細 比較香 它比較香 所以只要你有幾顆 你的院子每一年滿地都是 我這個菜都是自然長出來的 像這種生菜也是 都是在流種子 去看一個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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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你沒吃幹嘛自己去買 那裡 你說那裡有一張 那裡有一片 我們在做玉花茶 來我帶你來 這個也是藥草 這個叫火炭母 這個是火炭母 火炭母 火炭母 這個女孩子吃非常好 它葉子有點微酸 但是 你也可以炒蛋 你也可以炒蛋 火炭母 什麼炒炭 這個是 還有一張炒炒炭 對 這個是finger lime 這是finger lime 長得像finger那種 是 像枕頭這樣 但是它開花 還沒開花 finger lime 很麻煩 很麻煩 這個都是菜 你不要看這個 這個都是 這個 我告訴你 我在韓國店 就一小盒 貴就要命 喔 這個這麼多 對 我跟妳講 好小 一盆說三塊多 韓國店 他跟我講說 那可以做沙拉 我一種 不得了 滿地張 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麼 做沙拉 他也是弄成泡菜這樣吃 泡菜 泡菜 所以切切 脆脆的 OK 這個 這個很特別 這個叫菊花老 也叫菊花老 這個菊花裡面 只有這個菊花的葉子可以吃 他可以做菜 他可以煎蛋 是菊花嗎 對 他會開花 我跟你講 他開花的時候 我就 都要含包帶放 把它採下來 做成胎菊茶 這炒蛋一定很好吃喔 非常香 所以所有菊花裡面 只有這種菊花老 它的葉子可以吃 其他菊花不能吃 很老 這個很嫩 你做蛋花湯 做蛋餅 開什麼顏色的話 你就要 黃色 黃色的 我有做這個的茶葉 就是台菊茶的茶葉 那 這個 這個它很怕熱 所以我現在 可能要換位子 那你 冬天可以種嗎 我們 還有你看那個 我的盆子 葡萄裡面看到 嗯 那都是 喔對不起 這樣子葡 這樣子盆子 這樣葡萄 這樣就在生了 你可以去嗎 唉唷 嚇人 你看 欸 它長了兩趴 那有 那我也是 你看 你看 那那個 你葡萄這麼多 要找一個 自己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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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個是兩年喔 都兩年了 那一棵也是百香果 你看 我就 愛這個 大自然這些植物 嗯 我跟你講 像照顧小孩子一樣 我就很喜歡 欸 很高興 因為它都成長給我看嘛 我可以分享給朋友 對對對 然後那一棵紅棗是苗 我等明年要接枝的 所以我種在那個盆子裡頭 那個是藍花葉 很苦 就是 智山高那個 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那花葉乾嗎 花葉乾嗎 花葉乾 去買一個給他 在那裡 很長喔 我的花葉乾嗎 你們可以試試看 吃吃看 OK 不好意思喔 這個黃老師都沒有吃 你要不要吃一個 不用不用 這就是花葉乾嗎 不是 在這邊來 在這邊來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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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花葉乾嗎 你看 在上面 他這個 人花葉乾嗎 都會長 我的花葉乾嗎 已經吃完了 我說 那有大顆 但是我們買到 這個叫芽頭 做那個 做柯種要用的 柯種還是七角雞 對對對 七角雞 對 對 對 這棵花葉乾嗎 對 那棵花葉乾 待會兒 那棵花葉乾呢 怎麼會買到 那棵花葉乾呢 對 那棵花葉乾呢 這是今年的 這三張都不一樣 這張不是喔 這張你看 它這個杜材是這樣撲的 這材甘啦 不是 這是不是那種Sunkist 不太一樣 我來這一棵就有了 這不一樣喔 這凸甘 就是頂上撲一撲 也很甜有夠甜 那張莫仔 那張日本莫仔 你看牠生很多 這個 沒什麼在這裡 頭前來那張 那個圓子的這張 你看這裡這裡 馮老師這裡這麼多 現在 我現在也可以講 就是這個梅子 它如果要做久的話 太生彩下來做起來不香 它一定要差不多七八分熟 也沒有完全熟 對 那你太熟了嘛 做起來那個酒 它就不清 會浑浑的 那就不好 那一般梅子 我很多顆 我都是做梅醬 還有梅精 然後梅酒 做酒梅比較多 比較方便 脆梅我沒有做 脆梅比較 酒梅好吃 這個是日本梅子 這沒有刺喔 這沒有刺 好不好吃 有的梅子有刺 沒有 這是台灣四家 你看開很多花 你看 你看到沒有 台灣小梅子 這個去年接枝的 去年接枝的 你看 接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接在這裡嘛 所以它的花開了這麼多 你看到沒有 你看它好多花在上面 所以已經開始要接果了 對 有兩顆 去年我接了兩顆台灣的四家 在那裡 一顆 這個是紅棗自己接枝的 去年接的 它已經在接果子了 這一顆也是 這一顆你看接在這裡嘛 所以其實喔 並不困難啦 只要你會接什麼好品種 苗挖出來 接就是一顆 這是我的 還問我來 這是我的 用一間吃 一百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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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月桂葉 月桂葉 月桂葉 白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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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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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顆是 Sau Salt 你看我都很愛買 去Garden Center你也可能吃 都把這間買 去這家買水果最棒 我可以推薦給愛做的朋友 它的品質絕對沒問題 這個都是空中高壓來的 這個也是四家 你看這個也是四家 你看這顆葡萄 你看它多肥它很重喔 我跟它講它叫菠蘿蜜 你看多大串 它會很大串而且很甜 它今年你看這個葉子 你就會看到它多肥 所以你看它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上面有芽 有沒有 這裡有一串對不對 這裡有芽 這個芽我就要拿掉它 這個芽拿掉它 剝掉 所以這一串水果在這裡 它才會長大 所以芽你要隨時檢查它的芽 這一個有水果 然後這一個就不要它 這一個 你這個水果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這裡水果一層對不對 兩層第三層折斷 到第三層 保留兩層 保留兩層然後 它還會再從中間再長芽 你芽再把它剝掉 不要那麼多芽 不要那麼多芽 所以這一顆你看 你看多踏出來你看到沒有 你看這上面已經在長芽有沒有 上面有兩個 你看這裡 你自己看 你看這個 這個就要剝掉 我常常要檢查 所以你看它就養分都到這裡來 你看這葡萄多大 所以葉子也是要留 因為它 有光合作用 水果才會長大 你看這都是 我都不能加過 不能加你的葡萄多大 你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個叫什麼名字 聚風葡萄 聚風葡萄 這個是艾草 沒有辦法 艾草我是拿來做枕頭 還有艾草粿 還有你艾草曬乾以後 有時候你在房間燻 那個味道很香 它可以驅蚊 也可以驅蚊 它其實是藥草之一 很好的藥草之一 艾草你做枕頭是 它可以安眠 也是弄乾以後 對 晾乾你倒掉晾乾 然後剪細細的 你用棉布 就像有一種麵粉袋有沒有 它是棉布的 所以你就把它洗乾淨 把它縫起來弄到裡面 這樣子 它有一個清香味 它可以安眠 在大陸賣艾草枕頭好貴 這跟葡萄 刺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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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也是那個 然後這個是去年的茄子 你看它沒死 它現在又再長了 你看 它又再長 那因為我現在 現在就是 春天來以後 我在種一些高棧塔 什麼 香辛類還沒有開始種 所以現在不多 一些薄草 一些薄荷 一些 這個很多都是香料 這都是香料 這棵樹 這棵樹是開金黃色花 整棵 但是你現在來 它還沒有完全開 什麼名字 你靠近看 它已經逐漸在開了 它這棵樹 開起來整棵 遠看就很漂亮 這個以前主人種的 這棵樹一開的時候 它會變成 葉子都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金黃 你看它這個花 你看很美 你看 你看 好漂亮啊 所以你這次來 花好像都還 剛要開 就是剛要開而已 剛要開 這邊 這邊開更多 這邊更多 你看 你看這裡更多 這邊要陽光牆了 你看 就上面 它葉子會掉下來 好 這個也是藥草 這個 我是當點綴 大家都不怕 不要水 很漂亮 但是這個可以 引蜜蜂來 所以水果呢 需要有蜜蜂 那這個花 一開 有時候很多蜜蜂都會來這裡 可以幫助你 可以幫助你 有蜜蜂 我看 有時候可以吸引蜜蜂的 好像叫做 好多種啊 很多種喔 還有紫色的花都很 有香味 這個已經卸掉了 沒什麼好拍 這個是琉璃具藥草 這是什麼藥草 藥草 你看蜂蜜在 這個花可以吃 你看這個 這個花 你看它花很漂亮 這個花可以做沙拉了 喔 對做沙拉 你看它這個花多少 你看 它已經卸了 已經快沒有了 那多大一顆 那多大一顆 那藥死掉了吧 這個裡面其實 就是熱帶植物 熱帶植物 這從那拍過去很好看 你看看 對 對 這還可以 不然是打過板 開了 我們也不會去一點 要去看這樣 好 白啊 這個還要有一個 是會讓你站在一起 先站在這裡 那邊 還沒什麼 我跟這幾個 是爭蜂的 有十種喔 去他們下面去看 好 那棵鼓鼎花卸掉了 本來好大好漂亮 紅色的 那射掉了 都射掉了 這會很漂亮 你會有那個冰箱 有那個冰箱 這已經射掉了 你知不知道開的時候多多 對 你可以拍轉過去那邊 這還在小搖 辛苦了 不會不會 對 在這裡 進來的 中的 好大 那一顆 你看這是我設計的 就是這一片 對對對 就是這個本來都是草皮 它本來都是草皮 但是那個草皮都是 都是除掉以後重新 大概州政府就給一尺兩塊錢 它補助你還是 對對 它補助我 然後你做完以後 你再 大概再 寄十張照片 給它看 對 它大概一個禮拜就給我 瀑布 所以我就拿到了 因為四千八百多錢 它大概九千多塊吧 等於是政府出錢給你做燕子 所以你沒有申請就沒有 你沒有草皮也不能申請 這樣子 所以到那邊都是 是 這顆就是燕子梅 你來看 你看 這個曬到太陽 你看 它多大 你看 你看 你這樣拍 這真的燕子梅 你看 它蠻大的 我梅子樹籠整個細 我給你嘛 我可以給你 我有名 你看 這個多大你看 你看 這樣這個都可以踩下來了 這種就可以做舊 不能太深 你看 我這個好大 你看它真的很大 每一粒都好大 這一顆很奇怪 它就喜歡在這個 半斜坡地方 它有陽光才可以 你看 你看 它長相又很漂亮 對 所以 拍出來 他們還以為是桃子 其實不是桃子 是梅 是梅 真正的燕子梅 對對對 所以 這邊有 有這樣的project 也很好 對對對 所以 人家做梅化的 你看這一顆 它很奇怪 我從那邊施肥 你看它長多 長多大 很肥 而且很多 很多很多 我從來也沒有給它輸過 它每一年就是這樣長 這個就是省水的草 這個不用浇水 這種草不用浇水 這種草不用浇水 那你是怎樣 沒有浇水 它只有一點點 你把它種它 它就一直擴散 你看它一直往外跑 有沒有 它就是一種 不用水的草 你看 而且 Home Depot都有賣 滿貴的喔 真的啊 它就一個 square square 但是它擴散很慢 這個就是去年到現在它才這樣 所以它是耐漢 耐漢 這本來是一塊土 我就是故意種一個圈圈 讓它綠綠的在這裡 還有那個 那個像那個 那個義大利松 都是我來才種的 上面都是我修的 就把它修形一個圍牆 有隔音 它可以長很高不是嗎 但是我從小就修 我都不讓它長高 我就是要隔音 然後就是隔那個灰塵進來 對對對 那因為那邊山比較高 那你隔這樣以後 你看 你覺得有一個 是耶 對對對 所以這些都是我種的啦 那些 那些 那個是Ice Plain 前一日開得很漂亮 整片都是粉紅色的 這個 上面那個Ice Plain 下面這個 那個都是熱帶植物啦 它很漂亮耶 它那個好像滾白邊一樣 那我種這些都是不用太多水 所以我現在 這是省水計畫本來都草皮嘛